好的 雅婷 這颱風現在本身的中心位置 是在這澎湖的北方的海面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 在今天白天的時候 各地的降雨非常的明顯 尤其可以注意到 這畫面當中新電溪 新電溪的暴漲最重要 當然就跟北部的山區的部分 降雨非常的大 從昨天晚上 颱風要接近的時候 整個水全部都落在了 宜蘭跟台北的山區 木柵新電山區是最多的 雨量整個累加下來 也都破千毫米了 所以在今天的早上的時候 新電溪的水量是非常的大 但在現在的這個時候 北部地區的降雨狀況 那我們當然就要從 雷達回波來看起了 雷達回波上面 你就可以很明顯看到 在現在這時候的整個回波 跟昨天是截然不同 因為整個北部地區 包含了東半部地區的 水氣回波帶都已經減少了 對了 其實北部這邊還是有 是五分三雷達站的機器壞掉了 所以北部這邊看起來 好像已經沒有任何的 回波出現 其實還是有 但是強的對流回波帶 已經沒有在北部地區了 而在花蓮以南這個區塊來說 你可以看到整個雲層量來說 都很明顯減少 但是整個在台南的 這個雷達站拍到的影像 還有包含了恆春雷達站 你可以注意到 很明顯的整個水氣帶的走向 逆時針旋轉 進來的方向就由我們昨天 一直提醒大家的 在今天的中午以後 要注意的就在於嘉義 台南 高雄 屏東 山區的雨量非常的明顯 但我們可以注意 外海現在有一條水氣回波 還正在進來 所以今天晚上的時候 仍然以高坪的山區部分的降雨 在午夜之前會比較明顯 颱風的中心現在是在 我手比的這個位置 在澎湖北方90公里 來看看今天的雨量了 從這張雨量圖上 你就可以很明顯看得到 今天的落雨區來說 凌晨0點一直到早上的 6點 7點的時候 是以這個北部區塊為主 因為颱風的中心 是在這花蓮 秀林的 和平地區登陸 但是可以看到 北部的雨量都有在700多 500多 甚至復興鄉 也有400多毫米 但是從中午以後開始 南部的雨量快速的增加 其中包含了嘉義 帆路 也就阿里山地區 400多 茂林 500多 還有恒春的屏東的泰武 這地區現在也有500多 但這些雨量在午夜之前 還會再快速的增加 來看看衛星雲圖了 衛星雲圖上可以注意到 颱風現在已經進到了 台灣海峽 那你一定會覺得說 為什麼走的速度 在這幾個小時比較慢 因為它的高低層 有分離的狀況 所以現在目前在台灣海峽重組 在未來的幾個小時 將會加速往福建的方向移動 整個雲帶有沒有注意到 也都開始已經逐漸的 再往大陸方向走了 那就來看看路徑了 路徑上面可以看到 颱風會到了台灣海峽 又打了一個小train 這原因就在於 高低層因為分離的關係 所以它到了雲林台西出海之後 它整個高低層正在重組 現在快重組好了 所以未來將會逐漸的 往福建方向加速移動 渴望暴風圈很快的就要縮小了 強度已經會要 即將變成輕度颱風了 在今天午夜之後 暴風圈就渴望脫離台灣本島 但金門媽祖的朋友 你還是要注意 還沒脫離暴風圈 來一個提示告訴大家 要注意的事項了 南部地區山區好雨 要提醒您今天晚上 仍然要注意 那西部海岸線的正風 在今晚西南風仍然偏強 但明天的風雨 全台灣都會明顯的變小 要提醒您晚上要出門 在這西邊還有山區部分 建議您不要去 現場交還給雅婷